关于为人处事,金庸先生曾在《苏建恩仇录》里写道 会及必伤,勤生不受,强及则辱 做人当如,谦谦公子,温润如玉 1966年夏天,罗马,在一个传统的意大利多口之家 父亲为人豁达,精明能干,是金商的一把好手 母亲贤惠此家,端庄素雅,是一个小学老师 大儿子尼古拉,主公医学,待人和善,温文尔雅 儿子马迪奥,主修文学,性格偏执,爱政分明 此外,家里还有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大女儿和一个年幼的小女儿 一家六口,平凡而普通,人到中年皆是鸡毛蒜皮 夫妻俩难免意见分歧 这天,父母又因为抵押房屋的问题,争吵不休 父亲想要抵押房子,去搞投资 母亲觉得风险太大,一旦投资失败,一家人就要露宿街头 马迪奥觉得父母之间没有爱情,他生活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 他认为,即便是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和公主 结婚之后,也会因为生活里的一地鸡毛,陷入无休止的争吵 对于感情,马迪奥追求完美,近乎偏执 他对妹妹说,你长大以后要学我,不要结婚 可妹妹却养着小脸,天真的说 我要嫁给你,还要嫁给尼古拉 马迪奥被逗笑了,他亲了亲妹妹的额头 你不可以嫁给哥哥,更不可以同时嫁给两个人 期末考试时,竹口老师让马迪奥评价一首诗 马迪奥直言不讳,说这首诗毫无意义空洞乏味 并说出了自己所崇拜的前卫诗人 竹口老师却说,马迪奥的偶像只是个模仿别人的无能之辈 而且还谩骂父母,根本不配做诗人 马迪奥一怒之下,当场罢考,拂袖而去 他就像是一团火,敏感而炽热,以生命为燃料,灼烧世人 而哥哥尼古拉却与马迪奥截然相反 他就像是一网湖水,利于万物而不争 在期末考试中,尼古拉表现出了丰富的同情心 考官大加赞赏,并把他的成绩由良好改成了优秀 老教授认为,同情一词源于希腊文 一为主动分担他人所承受的苦痛 这是作为一生最不可或缺的条件 老教授还告诫他,如果你有远大的抱负 就一定要找机会离开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虽然美丽,可却毫无生机,没有希望 最终将会走向灭亡 其实,对于同情心的使用,兄弟俩向来都不吝啬 区别只在于改变世界的方式和方法 为了修满学分,马迪奥去了精神病院当义工 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名叫佐珍的女孩 他有着一头绿色的长发 一双眼睛,犹如孩童般一样,清澈透明 只是神情,有些呆滞,始终沉默不语 而马迪奥的任务就是,带佐珍出去散步 跟他聊天,让他感受大自然 可佐珍一点也不受控,这马迪奥非常恼火 挨了骂的佐珍,毫不示弱踢了马迪奥一脚 冷静下来后,马迪奥主动示好 给佐珍拍了很多照片 可在翻看照片时,他却发现 佐珍的前额两侧有细微的伤疤 学医的尼古拉告诉他 这是使用违禁的电机治疗法所留下的痕迹 得知这般恶行后,马迪奥怒不可恶 他一刻也不能等 不计后果的将佐珍连夜带出了医院 第二天一早,尼古拉一看到佐珍 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两人商议之后决定暂且搁置原先计划好的挪威旅行 尼古拉告知同行好友卡路和巴图 他们要先送佐珍回家乡与亲人团聚 然后再与他们在边境会合 火车上,佐珍靠着马迪奥的肩膀 像个婴儿似的安然入眠 尼古拉坐在对面 忽然觉得两人竟是如此的般配 来到佐珍的家乡 一个热心的老板告诉他们 佐珍的父亲已经搬走三四年了 关于佐珍的抑郁症老板认为 可能是年幼时母亲的突然离世所导致的 佐珍会反复清洁打扫房间 没人知道是为了什么 或许是为了擦拭掉脑海中不愿意相信的事实 说话间,山人错过了最后一班巴士 只能在老板的仓库里借树一晚 夜里突然下起了暴雨 马迪奥从梦中惊醒 他在地上发现了一个日记本 最后一章写满了《亲爱的马迪奥》这几个字 只是写完之后又被划掉了 这时佐珍醒了 发了疯似的大喊道 还给我你这个小偷 随后他抱着日记本冲进了暴雨之中 在尼古拉耐心的温言相劝下 佐珍回到仓库并慢慢平静了下来 此时的马迪奥才反应过来 是的,他是个小偷 他偷走了一个女孩的心 第二天几经周折下 兄弟俩终于找到了佐珍的父亲 可此时的他早已组建新的家庭 对于女儿的境况 他也无力改变 他执意要把佐珍送回精神病院 面对这个冷漠无情的父亲 暴躁的马迪奥愤怒地指责他 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并与他大打出手 可如此一来 佐珍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之人 尼古拉斥责马迪奥 做事太欠缺考虑 当三思而后行 但马迪奥却觉得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大不了带着佐珍一路向北 与他们一同旅行 一股年轻人特有的无畏与洒脱 油然而生 尼古拉与佐珍也深受感染 他们的杂货店大胜利朝鲜队加油 引得人们怒目而逝 海风轻浮 空气中流动着自由浪漫的气息 最好的年纪 最好的人 以及最美的时光 尘封的少年 你是人生路上 无畏的勇士 三人一路向北 中途转车时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吃店 佐珍在一台唱片机前 停下了脚步 他比划着手势 马迪奥读懂了他的意思 他想听一首歌 霍士图利尼的《谁能》 当迷人的音乐响起 佐珍害羞的低下了头 他脸颊滚烫 随即又望向了马迪奥 一眼过后 目光再也无法转移 对于佐珍的这种情况 兄弟俩一时拿不定主意 尼古拉去见了身为检察官的姐姐 姐姐说就这么从精神病院 带走佐珍是违法的 因为佐珍的父亲 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佐珍送到 另一家精神病院 随后三人来到了火车站 尼古拉故意支开佐珍 让他去买冰淇淋 然后与马迪奥商量 佐珍接下来的去处 在商店里 两个警察发现了 异于常人的佐珍 为了不连累尼古拉和马迪奥 佐珍坚称自己是独自一人 警察决定把他先带回警局 佐珍向兄弟俩示意 不要为他出头 面对此情此境 兄弟俩顿时慌了神 如果追上去 他们将会被认为涉嫌拐卖人口 在恐惧和犹豫中 佐珍消失在了两人的视线里 冷静下来后为时已晚 马迪奥开始怀疑自己 为何他无力拯救佐珍 为何他明知这世界的善恶 却没有鼓起与之对抗的勇气 趁着尼古拉酣睡之际 马迪奥悄身息地踏上了 返回罗马的列车 听到动静的尼古拉立即起声 追问马迪奥为何要抛下自己 马迪奥说 期末的考试我没有及格 我是一个不合格的人 这次旅行已经没有了意义 面对尼古拉激愤不平的质问 马迪奥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再见 随着火车缓缓启动 兄弟俩第一次渐行渐远 那夜分别之后 马迪奥选择了主动入伍 这个在父母和兄弟眼中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 却始终受困于当下的窘境 在军营里 马迪奥我心我素的脾气没有丝毫收敛 与队友的关系处理得非常糟糕 他会因为队友小小的恶作剧而勃然大怒 还常常被上级关禁闭 另一边尼古拉独自一人 向北游历 他续起长发 留起胡子 一边打工 一边旅行 在旅途中 他结识了流浪诗人 反战人士 以及天体欲者 等形形色色 不一样的人 每到一处 他都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告诉马迪奥 在信中 他也对马迪奥说 自己一直对佐珍念念不忘 对没能保护好他 始终耿耿于怀 他决定旅行归来后 修读精神病学 做一个精神科医生 去帮助更多 像佐珍这样的病人 不再让他们遭受惦记之苦 1966年11月 阿诺河爆发了 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得知消息的尼古拉 放弃了继续北上的计划 返回意大利 加入了志愿救灾的队伍 而马迪奥所在的部队 也奉命前去协助救灾 一别今年 兄弟俩再次重逢 彼此都多了几分成熟 马迪奥表示 他大声戎马一声 永不退役 尼古拉虽忧心不已 但他明白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路要走 短暂相聚之后 兄弟俩再次分道扬镳 在这次抗洪救灾中 尼古拉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 某天 志愿者们都在嘈杂声中 东拉西扯 忽而响起一阵 宛若天类的钢琴声 尼古拉被悠扬的琴声 和女孩的美貌所吸引 他慢慢靠近 痴迷于他发出的每一个灵动的音符 女孩也注意到了尼古拉 他带着一尸 桀骜不逊 青羊下巴 抱以微笑 一瞬间 尼古拉只觉被爱神 射中了靶心 动弹不得 他确信 自己遇见了一见钟情的姑娘 女孩名叫朱利亚 和尼古拉同样 富有同情心 两人彻夜长谈 情定终身 1974年村都林 尼古拉和朱利亚同居了 此时的意大利社会日益动荡 朱利亚受左翼思想的影响 认为造成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贫富差距 时常热衷于参加各种游行示威活动 而马迪奥则成了防暴警察 被派来贫息骚乱 在街头巷尾和乱人石块的工人和学生对峙 尽管岁月流逝 可他的性格却一点都没变 在一次暴力冲突中 队友陆吉被暴徒袭击 受伤严重 为了保护陆吉 情绪失控的马迪奥 把一个暴徒打成重伤 马迪奥因此受到了处分 被调往西西里岛 谈及此事 朱利亚惋惜地说 可惜你们支持了错误的一方 马迪奥反问 哪一方是对的 是穷人吗 陆吉比你懂什么叫做贫穷 他是个穷人 可把他打成残疾的人却不是 两人意见不合 吵得翻江脚海 马迪奥觉得 朱利亚是个自以为是的人 可尼古拉却说 他像极了你 数月后 朱利亚产下一个女婴 取名为莎拉 外公外婆来到都林 看望新生的小孙女 此时 尼古拉已经成了精神科医生 并开始致力于 反电机治疗的事业 让精神病人脱离痛苦 是他曾经许下的梦想 他成了救死扶伤的医生 可却从母亲那里得知 父亲患上了癌症 无药可救 而尼古拉的姐姐 则一心扑在工作上 他刚刚把污染环境的企业主 送进了大牢 并让他们支付了巨额 环境修复金 跟尼古拉和马迪奥一样 他也在用自己的行动 试图让这个国家 变得更好一点 也让这个世界变得 更公平一点 可他也不得不面对 家庭生活的一片狼藉 甚至面临着 夫妻分居的悲惨局面 父亲患病的消息 除了大姐 他没有告诉其他人 因为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和担心 可他始终还是放不下马迪奥 这个他一直都不曾了解了孩子 他知道孩子们都很脆弱 包括尼古拉 大姐说 尼古拉很坚强 可父亲却不赞同 他只是外表坚强 其实 他和你们大家都一样 但不管怎样 我们都要笑 要活得开心 要享受人生 1977年夏天 西西里 马迪奥因为打人事件 被流放到了西西里的海滨城市巴勒摩 负责调查凶杀刑事案件 一个明媚的午后 在一个海边露天咖啡馆 马迪奥遇了一个正在摄影的女孩 同样爱好摄影的马迪奥 开始指点女孩 你应该寻找灵魂 探索内在 你看那个男孩 他的拳头充满信心 强而有力 帽子上有徽章 肯定是班里的优等身 你看那位阿姨手带两支婚戒 是个寡妇 且寂寥无比 女孩谈急 她们在参加图书管理员考试 她要离开这座小岛 去往远方 马迪奥建议 她可以去罗马的图书馆 这个英俊强健的男人 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分别使女孩说 她叫米莱拉 马迪奥却吱吱吱吱的说 我叫尼古拉 或许在她心里 只有尼古拉这么温暖的人 才是世间所有女子都心仪的理想男子 但她无法成为像尼古拉那样温和的人 在面对生活里的困境和不公时 她心里的火山总会不由自主地爆发 在处理一起杀人事件时 因为围观的群众里有一个父亲 放纵自己的孩子目睹血腥场面 马迪奥愤怒地斥责她的管教方式 并与她发生了激烈冲突 事后她被再次停止 而在都岭此时的莎拉已经三岁 生得楚楚可人 但尼古拉与朱利亚并没有秦色和名 尤其是最近朱利亚变得异常激进 整天对国家大使满腔抱怨 她加入了一个名叫红色绿的极端组织 意图颠覆现有的政权 她就是这样一个热烈的 急切的 怀有丰富同情心的 想要改变世界的破坏者 而关于改变世界这件事 尼古拉与她截然不同 她不急于求成 而是从一点一滴的温暖做起 这天在一所精神病院 尼古拉又解救了一批 饱受非人虐待的精神病人 他们被限制自由 犹如圈养的牲畜 被绑在床上接受所谓的电击治疗 而令尼古拉更为痛心的是 在这里 她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佐珍 她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尼古拉把佐珍带到了医院 她提起了那年夏天的那次旅行 马迪奥日记本 借书的棚屋 书球的意大利队 以及清爽的海风 可佐珍却没有任何回应 那一段经历 仿佛在她的脑海里被擦除了 她默然地挤出沉汁 交到仙人掌上 说仙人掌要喝水 否则就会渴死 尼古拉温柔地说 你做的对 我常常忘记 我希望你每天都来 给我的植物浇水 接着尼古拉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马迪奥 马迪奥文讯赶往了都里 在大街上 马迪奥遇见了多年未见的父母 父亲也是灿灿巍巍 母亲在旁悉心搀扶 可马迪奥并没有上前打招呼 他就是这样的人 总是把爱放在深深的心底 要与他心里并不完美的父亲见面 总是需要有些心理准备的 马迪奥还是决定先去见佐珍 人世间最好的相遇或许就是久别重逢吧 而人世间最唏嘘的瞬间 莫过于重逢后的物是人非 马迪奥原本以为 阔别多年 佐珍早就已经忘了他 可当他提及多年前那个美好的夏天时 佐珍突然回头 带着曾经无法忘却的眼神 轻轻的坚定的换出了马迪奥的名字 这个名字刻在他的心里 他几乎抹去了脑海里的一切 却唯独留下了那个名字 马迪奥笑了 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过这样的笑容了 或许这个笑容就是这个世界给他的所有温柔 保留着这份欣喜的余热 兄弟俩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家 可迎来的却是父亲去世的噩耗 马迪奥狂踩油门 一路疯狂飙车 他心里有一团火 如果不燃烧出来 那团火将会燃尽他的生命和灵魂 在尼古拉夫妇的劝调下 马迪奥下了车 父亲的葬礼上 兄弟俩的好友卡路和巴图专程赶来 几个好朋友又聚在了一起 尼古拉的妹妹已经18岁 出落得知性优雅 学成归国的卡路对她一见倾心 厨房里妹妹一边照顾着沙拉 一边和卡路交谈 朱利亚看着妹妹紧紧有条地照顾孩子 有些惭愧地对母亲说 自己完全不行 可母亲却告诉她 当妈妈没有标准因人而异 父亲去世后 尼古拉仿佛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在一个沙拉酣睡后的深夜 朱利亚为了心中的理想与自由选择了离开 她接到了红色旅的秘密暗杀任务 竟要去改变她所认为的世界格局 尼古拉挡在门前柔情质问 朱利亚眼神慌乱无言以对 她只是喃喃地重复着 让我走 让我走 见她去意已觉 尼古拉没有再阻拦 她眉头紧锁 绝望中带着一丝悲凉 她无法理解这种飞蛾扑火的作法 就像当年在站台上 马迪奥的离开一样 1980年 那个当年说要嫁给哥哥的小女孩 终于披上了婚纱 新郎正式卡路 婚礼上一家人再次聚在一起 实质意大利经济大萧条 中小企业大量倒闭 工人下岗如潮 巴图就是下岗工人中的一员 可她却乐观地表示 这事不会让我就此颓废 我才不会待在家里暗自悲伤 也许我还会创业呢 我懂得修理水龙头 电视暖炉 每个家庭都有电器 电器会坏 需要人去修理 与尼古拉或是她的家人朋友们而言 生活给他们的磨练 只会让他们更加珍惜生活 他们身上散发着 鼓完被把玩之后才会有的温润 他们开心地跳起舞蹈 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 在这个普通的意大利多口之家里 有人离去也有人加入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下 他们怀着相同的爱和情怀 却走向了不同的路 左右我们命运的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说这部电影 是人生中不可错过的六个小时 他们的人生故事又将给予我们 什么样的启示呢 下期节目我们将会一一解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